2015年1月17号百隔时事带你浏览今天的评论 首先是新洲日报的评论 1600熊猫之后 1600只纸熊猫席卷大马 新洲日报记者万岐山对1600只熊猫 对动物保育有多大的帮助的问题进行了一番思考 他先以大马世界野生动物基金会的 Tweet to donate马来亚湖保育筹款活动 三个月内只筹到2381令吉 以及1600只纸熊猫领养活动在不足24个小时内 除到24万令吉来凸显社会对于公民环境意识的不足 也借此点出我国进行数十年的环境教育 一定出了很大的问题 环境教育不济从民众往上数 媒体非政府组织政府都逃不开责任 作者认为问题不是那1600只纸熊猫对保育有多大的帮助 而是似乎本地非政府环保组织和媒体有多大的变革决心 下来同样是新洲日报的评论 舞台上的绽放更迷人 中国真人秀节目《我是歌手》来到了第三季 节目一播出就得到热烈讨论 面对种种负面评论 自由撰稿人易扬认为 首先比起赢得歌王头衔 也许大多数的歌手更倾向借由《我是歌手》的平台 开拓华语音乐世界尤其中国的市场 只要成熟看待 其实节目里没有输家 所有的歌手都会有所斩破 其次是音乐的输赢 由500名业余听众去决定名次 并不是最好的做法 也有作弊的可能 但我们并不能因此认为 只有专业的音乐人才有资格评论演出者 有水准的业余听众也大有人在 否则网络就不会出现那么多 魏晨杰已打抱不平的声音了 无论如何 作者认为每当看见自己喜欢的歌手 在《我是歌手》里得到更大的关注时 都满心欢喜 因为天无绝人之路 但花有荣枯之期 歌手能在舞台上绽放 比一切都重要